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宗方制国南美使徒之旅 我是梁乐燕 Rodney 我是周杰博 Gabriel Gabriel 过去那两集 我们分别跟随了教宗方制国 去到阿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使徒之旅 今集我们会去到教宗 在南美洲三国之行的第三站 亦是最后一站巴拉圭 是的 Rodney 教宗方制国马不停提 就在7月10日开始巴拉圭的访问 巴拉圭原为印第安人瓜拉尼族定居之地 1525年由葡萄牙人发现 1537年西班牙殖民团体 首建阿松心市 五年之后 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到前往该地传教 并且教授当地人龙木和手工艺 18世纪 巴拉圭地区成为 南美洲最大人口的集中地区 1811年巴拉圭脱离西班牙独立 然后经过独裁统治 议会改革 军国主义 残酷战争等等 直至1989年开始实行民主制度选举总统 巴拉圭是教宗访问三国中人口最少的国家 有670万人口 天主教占630万 国内有1个总教区 11个教区 和2个宗座代目区 教宗在7月10日的下午3点 抵达首都阿松心国际机场 当时正下轻盘大雨 但是恶劣的天气 未能够熄灭巴拉圭人民 夹到欢迎教宗的热情 他们在机场上 再歌再舞表达心中的喜乐 巴拉圭总统卡特斯 亲临机场迎接教宗 几位的儿童向教宗献赏鲜花 教宗与傍晚六时 前往总统府洛佩斯公 礼貌拜会巴拉圭总统 会见政府当局 同住这个国家的外交事团 发表讲话 教宗首先感谢巴拉圭人民 对他的热情款待 然后提到这个国家 十九和二十世纪间悲痛的历史 在这段时期 该国人民因战争、自相残杀 缺乏自由及侵犯人权 受尽痛苦 巴拉圭数年来 致力于稳固民主计划 拒绝贪污 对此教宗寓意肯定 并鼓励这个国家 巩固民主结构和制度 避免各种形式化民主的诱惑 他特别鼓励社会各行各业 将对话作为促进公益的优先途径 进行商与互竞的文化 承认他人的合理差异和意见 克服意识形态造成的冲击和分裂 窮人和有需要者 必须占据优先地位 教宗强调 必须将人 尤其是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 和无智慧能力者的整体尊严 作出选择经济模式的尺度 他保证天主教会 将为建设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携手合作 基督敞开慈悲之路 这条路以正义为基础 启发爱德 不让任何人留在社会的边缘 在第二日 教宗方济角一早就去探访了 巴拉圭首都阿崇森的怡科医院 教宗一抵达这间医院 立即去探望病童 摄影机一律都要回避 随后教宗来到医院门口 问候聚集在医院外的上千名群众 教宗称这些病童是真正的斗士 勉励大人应当效法儿童的信赖 喜乐和温柔 正如高界门徒说 你们又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 决不能进入天国 教宗接着向在场的 众多病童的父母致敬地说 我知道在这里很不容易 这里有巨大的沉通 犹疑不决的时刻 有种压着心头悲痛欲绝的时刻 也有无比喜悦的时刻 这两种情绪并存在我们的心中 但是最佳的良药 是你们的温柔和临在 Gabriel 很多国家都有他特有喜爱的圣母朝圣地 教徒直辞表达 好像耶稣一样对圣母的爱意 好像在加拿大 我们有海角圣母 Our Lady of the Cape 朝圣地 经常人头涌涌 而中国大陆的上海蛇山圣母 和东里的中华圣母 也特别得到信友的喜爱 是的 巴拉贵也不是一个例外 卡夫佩圣母朝圣地 是巴拉贵的精神心脏 充分展现出巴拉贵人的浓厚宗教情数 巴拉贵人视卡夫佩圣母为参照点 和民族团结的指标 而教宗在第二天 亦到卡夫佩圣母大殿前举行尼莎 教宗在港道中表示 圣母玛利亚是一位学会了 聆听和重重困境中生活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的一生极为坎坷 耶稣诞生玛曹 举家逃亡埃及 圣子死在十字架上 纵观祂的一生 我们学到了 祂的生命见证了天主不会叫人失望 天主不会遗弃祂的子民 即使在某些时刻或情况之下 天主似乎不存在 卡夫佩和精神母慷慨守护着一个民族的记忆 当他的子女身处重重困境的时候陪伴着他们 他曾经和今天仍然在我们工作和行走的时候 和我们一起 他曾经和今天仍然是塑造祖国 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国家 他的林载总是默默无闻 不引人注意 诸试着圣母像 卡片或者圣牌 在玫瑰念珠的标志下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 圣母总是和我们一起 教宗继续说 巴拉圭的妇女和母亲和圣母马利亚一样 亦经历了很多艰难的处境 但是他们仍然相信 在绝望中仍然坏着希望 微撒结束的时候 教宗如同圣若望保禄二世 在1988年 在卡夫佩圣母朝圣地所做的一羊 再次将巴拉圭托付于圣母马利亚的手中 当日的下午 教宗就在亚重心体育馆 会见了巴拉圭民间社会的代表 几位分别代表原住民 工业界和劳工运动的男女 上台作了见证 说到他们对建设一个 更美好的社会的希望 困难和奋斗的旅程 是的 教宗对这些见证都非常重视 他强调在很多不公义面前 如果免疫内信秀 一个更有人性的世界就可以实现了 教宗说 这个将是一个更公正和更有爱的世界 不会为金钱和利用而牺牲人 一个逆来信秀的人民 是死气沉沉的人民 天主始终会眷顾那些 有助于提升改善他子女生活的事物 帮助他们战胜 将越来越多人吊弃的 許多不公正行径 教宗表示 比年轻人懂得真正的幸福 是经过奋斗 争取一个更有爱公正的世界 幸福和享乐不是同意词 因为幸福是需要付出努力和奉献 需要远大的理想 不做麻木不仁的人 他要请青年 将自己最好的拿出来 要为幸福全力以赴 不要寻求回避奋斗的安逸生活 教宗呼吁巴拉圭民间社会 为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 要聆听穷人的呼唤 因为提升穷人的基本幅度 就是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他们 意识形态 在关于有爱 正义 和平 尊严的崇高理想上 大大作了华而不实的文章 是空话 假话 教宗勉励巴拉圭人民 以人性的面目来发展经济 让众人都有工作 房屋 面包 和尊严 教宗在预定的讲稿之外 再次讲到贪腐的主题 因为他觉得 这是相当重要的主题 教宗这一篇的讲话 和这一次的访问 一贯的纲领 在于激励巴拉圭全国上下 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感 经过了一天多个地点的访问之后 在傍晚 教宗最后前往亚崇深总教区 圣母蒙照升天主教座堂 是呀 Gabriel 教宗终于可以在主教座堂里面 和巴拉圭的圣职人员 会士和天主教运动的成员见面 教宗来到主教座堂前的时候 受到无数人的热烈欢迎 他们一起终念晚土 他在讲话中首先看到 一起祈祷的美好 指出教会的动力 是不知疲倦地 在回应天主中重建 他说 怎能不渴望一个 能够体现和重复日常生活中 和谐声音和歌唱的教会呢? 我们每个人 在祈祷的时候 都渴望更加照耻耶稣 祈祷能够显露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 不要疏忽祈祷 不要让它成为装饰品 教宗方祭国 就在晚土中 特别提到 大大小小的日常挑战 作出的努力 例如保护生命等等 祈祷是我们爱天主 爱太人 和受造界的体现 蒙天主召叫的人不自夸 不可以尋找肯定 和短暂的赞赏 不以高高在上的态度 对待他人 教宗引用希伯来人书 强调耶稣的首要地位 奔促众人服从 祈祷 最后 教宗提到多次整修过的 中楼说 主教座堂的钟声 多次陪伴着我们的礼仪祈祷 我们每次祈祷 天主都在跟身我们 堅如钟楼 欢乐地敲响天主的其事 让我们分享 童精玛利亚的謝子曲 现场着 藉着我们的奉献生活 在巴拉圭成就大事 优先关外窮人 一直都是教会的教导 教宗放置各教祖之前 去到巴西和菲律宾访问的时候 都特意走入了贫民区 会见当地的居民 这次也不例外 没错 第三天早上 教宗探访了首都郊区的 北方湿地 那里有十万多居民 数一数二的贫穷地区 国家和教会 尤其是耶稣会士 在那里推荐很多援助的计划 教宗会见当地的居民 聆听他们的故事 有一户人家 献给教宗一份阿拉圭的传统糕点 在这块满是灰土和淤泥的贫積土地 教宗提到贫穷造成的困难 和性家遭遇的困境 教宗对他们说 你们为了克服恶劣的天气 和这几周的水灾所努力的一切 让我想到白冷城的小圣家 奋斗没有抢走你们的笑容 喜乐和希望 自我奉献没有抢走你们的团结 反而促进了团结 并使之增长 教宗接着指出 耶稣诞生之后 牧羊人前来朝拜耶稣圣应 立即成为了 玛利亚和约瑟的近人和家人 教宗说 这件事在耶稣显然在我们生命里发生 这是信德极法的成果 信德使我们成为近人 成为别人生命里的近人 教宗最后鼓励北方湿地的居民 要继续做福存者和近人 尤其要做最年幼和年长者的近人 支持年轻家庭和他们正在经历的艰难时刻 当日也是主日 探访湿地贫穷地区之后 教宗随即主持主日忍恩祭 多达100万的信友参加 是的 这个场地保置非常特别 举行微朔的祭坛范围 全部都是用墨碎、玉米碎、可可和其他果实装饰 微朔结束之后 这些果实更加送给有需要的人 圣锁的顶端有一个巨大十字架 两旁是用玉米粉、南瓜籽和葵花籽装嵩的 圣方祭和圣伊勒雀的画像 这是对这个首次将福音传入巴拉圭的 方祭会和耶稣会表达敬意的 当日的马尔的福音 就记载了耶稣派遣门徒 出去传教的时候 给他们定下明确的规则 除了一根棍像之外 就什么都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在腰带里戴童前 你们无论去到哪里 进入哪个家就住在那里 教宗强调 在基督徒的灵性生活上 有一个关键词 这个就是浩克 基督徒是浩克和款待的人 教宗说 耶稣派遣门徒 不是要他们做有权势者 业主 业主 头目 法律和准则的制定人 相反地 他向他们表明 基督徒的旅程是 改变人心 改变自己和别人的心 学习遵行另一个规则 到另一种的生活 这个旅程就是放下 个人主义 封闭 争执 分裂 优越感的逻辑 拿起生命 无常给予 和爱的逻辑 从支配 欺压 操纵的思维 转变为 接纳 款待 关心别人的思维 教宗说 我们经常从制定计划 或者大纲的角度 来考虑全教工作 用策略和计谋 来推动福全 相反 在福音的逻辑里面 令人信服的 不是红辩 策略 手段 而仅仅是学习浩客 教会是浩客之家 款待饥饿者 異乡人 赤身露体的人 患病的人 服刑的人 賴病人 癱瘓者 款待那些 和我们的想法不同的人 那些没有信仰 或者有时 因为我们的过错 而失去信仰的人 款待受迫害者 失业者 款待不同文化的人 这块土地的文化 是多么之富饶 款待罪人 因为我们大家 都是罪人 教宗说 因此 教会的主要工作 不是经营事业 制定计划 而是学习和别人 建立友爱关系 相趁相爱 是体现天主 是父亲的最佳见证 因为世人 由此就可以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我们不能够强迫 任何人去接纳 款待我们 这是我们贫穷 及自由的一部分 但同样能够肯定的是 任何人都不能够强迫我们 不去接纳 款待我们人民的生命 任何人都不能够要求我们 不去接纳 拥抱我们弟兄的生命 尤其是那些失去希望 和生活乐趣的 兄弟姊妹的生命 但当日的傍晚 教宗就去亚崇深湾的 彬河公园 和巴拉圭青年 欢聚一堂 而这行活动 就结束去 南美洲的牧民访问 是呀 Gabriel 面对着无数青年人的 慶高彩烈 教宗将预先准备好的 广告放在一边 完全即兴讲话 教宗与青年的会晤 以歌声和舞蹈开场 之后有两位青年做了见证 一位的女孩 讲述了她多年来 招顾病重的祖母 和母亲的时职 一位年轻人 讲自己刚刚开始 并没有做好准备 但之后 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 她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教宗表示 她的经历 告诉我们 不需要像 搬着彼拉多一样 推卸责任 这位女孩 或者可以将母亲和祖母 送到修容所 自己过年轻人的日子 但她就怀着 爱履行天主十戒的 第四戒 孝敬父母 这是至高无上的关怀 至高无上的爱 另一名男孩 见证了她 经历了悲惨的童年 暴力和剥削 将她推上了吸毒的懸崖 后来 她和耶稣的相遇 拯救了她 教宗表示 绝望迫使很多青年走向犯罪 因此 我们应该对这些青年 这样说 我们是他们的近人 愿意以爱帮助他们 教宗最后邀请青年和他一起祈祷 耶稣 我为那些 不知道你是他们的力量 而害怕生活 害怕幸福 害怕梦想的男女青年祈祷 耶稣 求你教导我们 拥有梦想 梦想伟大的事 美好的事 也都包括那些看似平常的事 他们能够托阔心灵 主耶稣 求你赐予我们的力量 赐予我们一处自由的心 赐予我们望得 赐予我们爱 并教导我们做服务的人 教宗在本来预备的广告中表示 幸福 真正的幸福 充满心灵的幸福 不在于我们身上 或者脚上所穿的名牌衣服和鞋 不在于某个名牌 真正的幸福 在于自己的同情心 在于学习与哭泣的人一起哭 与悲伤的人一起 遵守帮忙 或者给予拥抱 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 有能力拥抱和宣恕的人是有福的 教宗方济国 在7月12日的晚上 乘搭飞机离开了南美洲 揭出他在厄瓜多尔 波利维亚和巴拉圭 为其一个星期的木铃访问 教宗这次的访问非常有建设性 为全拉丁美洲的人民 带去了无限希望的信息 厄瓜多尔 博利维亚和巴拉圭 正处于历史上的微妙时刻 这三个国家都有所进步 但仍然有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教宗就以福音的喜乐 为南美洲三国访问的主题 将他所有的问题都以福音为答案 鼓励众人重获基督来的喜乐 在7月19日的主日 教宗在梵帝光圣百多禄广场 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的时候 亦提到这次的木铃访问 教宗说他曾经祈求耶稣是木的圣神 在旅途中指引他 教宗感谢这三个国家的人民 圣职人员和政府当局 感谢他们热情扬日的款待 并为圆满完成今次访问所给予的热神 和合作 教宗说我和这些弟兄姊妹 一起去赞美上主 因为上主在这块土地上 行走的天主子民中行了奇迹 因为信德曾经启发 而且现在仍在启发他们生活和文化 我们亦都为这些国家 所富有的美丽大自然赞美上主 拉丁美洲饱含了巨大的人性 和灵性的潜力 守护着根深蒂固的基督徒 价值观 但是亦都有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 为了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天主教会致力于动员当地团体 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力量 与社会各成员合作 在面对宣讲福音 所必须应对的巨大挑战 我勉励他们从主基督那里 急除印宠 这些印宠能够拯救他们 致意他们作基督徒见证 和发展福全事业的力量 好使当地人民独特的宗教程素 永远地忠于福音的见证 教终最后护求圣母玛利亚说 全拉丁美洲以我们的瓜达勒佩圣母 专称他们的主保 我将这次令人难忘的使徒之旅的成果 托付于这位同征圣母玛利亚的转土 从当地人民和三国总统的受访之中 教终真正这样 可以将福音的喜乐带到这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踊跃 每日在每个地方都有上百万的群众 来到欢迎教终 远超过每项活动的人数 远他们真是能够将这个喜乐延续 活出基督 令福音传遍大地 多谢你们的收看一连三集的 《教宗方济国南美使徒之旅》 要重蚊本集的内容 请浏览本台的网页 sortandlighttv.org slash chinese 再会 《教宗方济国南美使徒之旅》 《教宗方济国南美使徒之旅》 《教宗和文化无数》 《教宗方济国南美使徒之旅》 Alabado seas mi Señor Por el hermano sol radiante y bello Y por el día con que nos iluminas Por la hermana luna y las estrellas En el cielo las formaste claras, preciosas y bellas Por el aire, la nube, el cielo sereno y todo tiempo Por ellos a tus criaturas das sustento Por el hermano fuego, por el cual iluminas la noche Y es bello, alegre, vigoroso y fuerte Alabado seas mi Señor Por la hermana nuestra madre tierra La cual nos sostiene y gobierna Y produce diversos frutos, flores y hierbas Por aquellos que perdonan por tu amor Y sufren enfermedad y tribulación Y sufren en paz Por nuestra hermana muerte corporal De la cual ningún hombre viviente Se puede escapar Hay de aquellos que mueran en desgracia de Dios Bienaventurados a los que encontrará en tu santísima voluntad Porque la muerte segunda no les hará mal Alaben y bendigan a mi Señor Y denle gracias Y sírvanle con gran humildad Escucha hermano la canción de la alegría El canto alegre del que espera un nuevo día